马上就要搭起来三十了 有女人站出来说 过年就是一群女人在屋里屋外忙得要命 她说这哪是过群节 这明明过的是劳动节嘛 还调侃了一番 说过年一个字就是累 两个字就是破费 三个字叫做太盗罪 四个字叫又老一岁 五个字叫吃喝玩乐岁 其实我突然发现 各地的风俗 以及各地的情况 好像也并非如此 比如我今年过年在上海 我发现在上海过年 我倒没有觉得女人有多累 比如说我在家里是 晚上基本上是我包了 然后做饭做菜 我太太做的时候我打下手 我做的时候我太太基本上不下手 所以我觉得好像不是这样的吧 我觉得女人好像在我的感知的世界里头 并不是过劳动节啊 如果说过劳动节的话 还应该是男人更多一点吧 至少我在上海我感觉是这样 那江泽户的情况 反正大差不差了 我大概今年过年的前半段 是在上海 后面半段我会跑到惠州去 惠州就到了广东了 广东这个地方就不同哦 广东的确女生做事情出很多 我发现在福建啊 潮散啊客家啊 就在这些地方的话 好像女孩子过节的时候 好像还真的是呢 做的事情会多出很多 所以可能那边的男人过年更潇洒 女孩子可能会更辛苦一点 全国各地其他的地方 我不知道这个情况会怎么样 所以全网的伙伴们 网友们聊一聊 在你们当地过个春节 男的和女的 谁在过春节 谁在过劳动节 我所在的 我所在的 都不得了 感谢观看